晚上9点 孙颖沙宣布最新决定 沙沙这次想好了 球迷表示太意外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孙颖沙的球迷啊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平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国平呢 正在新加坡参加WTT打满关赛事 目前的赛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在昨天的比赛中 作为世界平民第一的孙颖沙来说 他也是意外的3比4不敌王曼玉 虽然整体实力两人差不多 但是呢 孙颖沙目前世界平民第一 可以说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击败王曼玉 获得这个冠军吧 但是呢 孙颖沙也是非常遗憾的 输给了王曼玉 无缘这个女单冠军 孙颖沙也是在赛空呢 结束了媒体采访 他可以说是宣布了自己的最新决定吧 孙颖沙表示 尽管打打方面输给了王曼玉 但是自己的状态啊 确实非常不错 希望再和王曼玉配合 双打的比赛中啊 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好好调整 也是争取呢 自己好好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争取呢 能够在女双的比赛中啊 能够拿到冠军 可以说孙颖沙也是宣布了自己的最新决定 就是呢 他将要达到王曼玉 拿到这枚女双的冠军 也是从看出呢 孙颖沙并没有灰心 也是在人来分析自己出去的原因 在肯定王曼玉能力的同时啊 也是对自己啊 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本次的一个决定啊 也可以看出呢 莎莎是彻底想好了 自己呢 在女男方面出去之后呢 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女双方面 拿到这个冠军 孙颖沙没有表现出 过多遗憾的一些表情嘛 也希望她的球迷比较异味 也从中可以看出呢 莎莎确实有大量的风范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输给了王曼玉 但是呢 自己仍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因为目前比赛还没有结束 自己呢 需要达到王曼玉 在女双的比赛中啊 能够争取呢 几位对手获得冠军 因为作为女双来说 她们的对手啊 是外国选手 所以说 此刻 孙颖沙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确实应该给莎莎点一个赞 不管怎么说 女单这枚金牌都是中国队获得 但是呢 女双需要孙颖沙和王曼玉 能够争取呢 几位对手获得最后的冠军 我们也是一起为孙颖沙加油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楼球 下期待聊 下期待 下期待